我以前一直是个无名小辈 直到我发现了不连我 这里是个人新闻台 大家好 我是周曙光 是一个网络一直作者 我来自中国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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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胆破 我的胆量 就仅限于文字 新闻这个报导 只要是真实的 我就写 我敢写 这边的官司太无分 都是太无了 冬至老百姓地下没有 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是个根源的 如果发现是个小的出个大的 我回到找一遍 我得出个大的 思安求稳 这是中国民众共同的心愿 我们都被洗脑了 绝对不能听信网上的那个一边岛的遗乱 说一些东西可能会被网友看到 可以这样子吗 可以可以 你们全要拆你们的房子 你们知道吗 人分药 洗衣 化学药剂 让他们产生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判断 这没有尊严的活 只要有尊严的活 把你三分百姓 拿雾铭给带走 你是有尊严的活是吗 审查可能会阻止一些人 不过他们阻止不了我们所有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